這是很明顯的 不過這個不是說是光是中共特有的 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會都善於玩核戰兩手的 只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戰勝了國民黨 就給人家一種最擅長的印象 其實情況不是這樣子的 中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而現在在美中處於戰略競爭之中 這種博弈就大家常用的博弈常常用 這種是很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的國力相差懸殊 這種玩一些個技巧一些個全謀技巧就所謂的博弈 可以在某種場合下面讓北京佔上風 但是這個最終的結果改變不了 北京在中美戰略競爭中間沒有勝算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中共能夠奪取中國大陸 除了自身的原因外 就中共本身它有非常特點 要遠遠強於國民黨的那些特點 這是我說的自身的原因外 還主要是沾了日本入侵的光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發展到今天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還要說除了自身的緣故之外 本中國在1978年的情況非常非常特別的 這是它自身的元素之外 還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家 企業家 媒體和學界 對於中共抱有一種希望 這種希望是一種對於中共的完全錯誤的理解 對他們的一種 它錯了 它現在也承認 承認資格 對於中國共產黨性質的理解 它過去就包括做了很多事自己都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所以現在在美國和西方所有的國家 就再也沒有人會指望中國共產黨會洗心革面了 就是在1978年以前 或者在1964年以前 大家對於中國共產黨抱著希望 對於在1949年以前 認為中國共產黨遠遠勝於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失敗是應當的 活該 那麼但是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來說 學界一是沒有解決 到底中國共產黨是什麼人 他們怎麼舉個勝利的 一直不知道 那麼一直在研究了幾十年 我也是研究這個問題中間的議員 這是我真正的領域研究 是這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勝利的 只是我研究是中共抗戰這一段 這是我研究的 這是我真正的研究領域 但現在經過這麼多年 幾十年的努力 知道了 大概其實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 所以大家不再對中國共產黨抱有什麼希望了 所以現在的人呢 就是西方國家呢 就是所謂政治正確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了 因為大家看透了中國共產黨了 對你不抱有希望了 所以在這一場的新的冷戰中呢 博弈中間 中共沒有勝算的可能性 好的